一个爱运动的人是会发光的 这道光很有生命力 它是不是真的让你心动 它是不是真的支撑你的信念 让你去坚持这些 安踏未来能够怎么样用更好的科技 搭载在运动装备来协助他们享受运动 非常感谢徐孟堂接受运动视频的采访 今年在北京奥运会的精势一跳 让很多人都认识了徐孟堂 你们对600多号人里面体能是前耻 第四 这是天生的吗 也吃老多苦了 当时给我累得扒三成皮 70%半夜半拿的这什么概念 基本上就没有多少了 常走路其实都会有点点困难 更不要说还要能坚持跑步 即使我现在不是每天从事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 我也要去跑步 我感觉跑步会让我快乐 火力满满的一天就挺好的 从早上五点开始 在五岁的时候您就说我要当奥运冠军是不是 我是属于这种每天都在咬牙的运动员 七岁就离开家了 在外面25年了 但这枚金牌我等了可能20年 你想要让自己的运动竞技状态连续十多年再现 就是很多很多不容易 你现在腿里面还有钉吗 两颗取不出来的钉 这2016年好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百种放弃的理由 如果当时退了其实也就退了 但你只有一个理由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想成为奥运冠军 就这一个理由就够了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人在跟自己斗 遇到一个更强大的自己的时候 非常有成绩感 我如果生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不会选年纪号 是不是 其实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比你自己想象的要更强大 因为自由都是不自由来的 觉得32其实很年轻 但是可能在运动员里面算老将吧 因为我说运动员可以当一辈子的 但我希望可以尽量的去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 给年轻人做一个榜样 快快乐乐的 多运动 然后活到一半 在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想去完成那些梦想 自己有新家 10月份可能就也有婚礼 就是说自己要不要先升个运动小肩脚 对跑鞋 您最看重它的哪一个特质 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挑鞋的人 首先就是舒适感很重要 它既要有强度还要有弹性 我是扁平族 哇 这个大军扁平族还跑过 你累不累 我当时逛街的时候 跟我妈都说啊 崭新的一天开始吧 我就开始走哪坐哪了 就是属于这种人 所以我更需要一双好鞋 一双好鞋的话 可能让你有更多的信心去跑步 可能你跑得越舒服你越想跑 让我有感触的就是安踏的这款跑鞋 是专门为中国国家队5到10公里训练所打罩的 对 然后就是有超级强的一个缓震作用 这个我感觉非常好 等到那个马拉松要是开放了 我准备抱一场马拉松跑步呢 是吗 你带你最多跑过12公里啊 抱我25公里就爬回来 不怕慢就怕站就别停着了 就是慢点没事 最后反正三小时那又爬回来就得了 你到时候一定要穿这个冠军跑鞋 您是最好的一个测试者 两条腿前脚叉忍耐锻炼 然后内侧分带撕裂 然后半月板七十五 我看我能不能跑下来 简直是奇迹了 想跟你碰杯了 后来开始咖啡喝了 真好 通过量化的技术 一起来读懂一双跑鞋 华为运动健康 在我们的专业实验室 超过一万条以上的数据 我们见证了安踏冠军跑鞋的 优越的缓震性能 这是一个起点 也是一个我们乐意看到的一个趋势 华为运动健康期待和安踏 共同见证未来更多的运动创新 嗨 建议 感谢接受一条的采访 奥运冠冠军跑鞋 为什么要这样命名 服务奥运冠军一直是安踏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所以我们是跟一百位奥运冠军一起合作 研发跟创新这双跑鞋 几乎已经相当于中国目前一半的奥运冠军选手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历经了三年 一千八百次的一个测试 除了安踏的实验室之外 我们跟华为运动健康的实验室 这个数据的严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肯定想到它的一个难度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来做这件事情 所有的创新都是要让你的运动员 进而是消费者能够挑战他自己的极限 运动员对安踏的要求 就代表了一般消费者对安踏的要求 我记得你第一次跑全马 应该也是五年前 你完成马拉松之后 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太厉害了 我竟然做到了 第一次为自己竖个大拇指 我觉得这个是安踏最想看到的 安踏的所有的装备 如果能够让每一位消费者挑战自己 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比昨天更好 这对我们来讲是最高兴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最近十年 安踏在科技科研方面的投入是非常惊人的 我甚至觉得安踏是一个科技品牌 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大的动作 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布局 创新跟科技呢 基本上是一个运动公司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成立2024年巴里奥运的备战 奥运它慢慢的在年轻化 我们怎么样利用奥运的时刻 能够创造中国的一个运动文化 那这个是安踏必须要做的 除了协助我们的奥运冠军之外 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参与运动 体会运动的美跟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